大家早安,欢迎来到巨棚讲义,学艺经创意过生活,今天启动真相能量的好卦是雷天大壮卦,雷天大壮卦的即时是从晚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然后一直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到九点,立方东方贵人长男,幸运色是紫色, 吉祥物是龙,那五官代表脚,多走动的意思,卦性为动,多行动的意思,那下卦的钱为天,卦性为剑,要稳健,自强不喜的意思,所以整个雷天大壮卦的行动准则是,只要内在自强不喜,外在积极行动,自然就会有好事情发生 雷天大壮卦的正向关键词是,日益壮大,雷在天上,天上打雷,自然声势惊人,所以在这种声势壮大的情况下,向词及炭词告诉我们,君子以非礼物旅,大者壮也,刚以动互壮,所以大壮力争,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现已,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做人做事要有方法,要依正道而行,自然就会有好事情发生 就像我们雷虎小组在天上特技飞行,飞过观理台的时候,声势及气势惊人,靠的就是平常一点一滴的累积 所以雷天大壮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想要达成目标,每天多做一点点 想要身体健康,每天多动一点点 雷虎小组所飞的是我们国产自治的AT3自强炮教练机 就像雷天大壮卦的行动准则一样,只要内在自强不息,外在积极行动,自然就会有好事情发生 一台战机,能达成国产自治的目标,靠的就是自强不息,一点一滴的累积 而战绩精良身体健康的飞行员,靠的也是自强不息,一点一滴的累积 才能展现出声势、气势、壮大的精人表现 而想要在人生的各个领域日益壮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 保持身体健康,才能一点一滴累积出财富、学习、事业、心灵、人际 家庭以及休闲各个领域的成就 所以雷天大壮卦的创意练习行动中 下卦 前为天,代表健康的领域 上卦,正为雷,五官代表脚 因此整个创意行动的思考方向就是健康的脚 所以雷天大壮卦的创意生活提案就是 每天跑步或散步三十分钟,养成健康的好习惯 健康是一切的根本 没有健康的身体,很多的梦想目标是很难达成的 那我们每天忙着工作,忙着赚钱,事业当然需要经营 财富也需要经营,但你有没有花时间每天经营你的身体健康 这几年我都是运用各种的健康一百天计划 利用晚上饭后跟牵手衣挂向立邦 一起出门散步、跑步或骑脚踏车 那散步一百天计划,我们会顺便到各超商看杂志 拍下杂志里面的名言家具 所以也完成了用照片传好话的一百天计划 而饭后跑步一百天计划 从超慢跑的方式开始 每天慢慢跑,也让平常不太爱跑步的牵手 跟我一起完成了到台湾各地,完成了几个半程马拉松 而单车一百天计划,也让我们在七十几天的时候 就完成了到台湾各地完成单车环岛的幸福奇迹计划 所以人生想要达成各种的梦想目标,其实不难 只要像雷天大壮挂给我们的启发一样,每天多做一点点 每天多动一点点,自然日益壮大 更有机会创造动态均衡圆满的幸福人生 好了,我们今天聚捧讲义,学义经创意过生活 我就到这边,感恩 接下来,感恩 好,我们先不能走